话题卡住了,就换话题,不要恋战 作者蔡康勇,朗读者文岳 古古 你说你是不是带你每一任的女朋友来这里看夜景? 小哥这算是比较惊险的被卡住了 如果在连续剧里,这时小哥应该会有一个脸部特写 配一段晴天霹雳的音效 但平常我们在谈话中卡住时,多半很平淡 就只是刚好没话可以接了而已 小哥 你妈妈身体最近比较好了吗? 古古 哦,很好,都没问题了,谢谢你这么关心 小哥 别客气 如果古古的妈妈住到家户病房了 我想古古就会有很多话要对小哥讲 小哥也就会有很多问题可以问,就不会卡住 但我们当然绝对不应该为了谈话流畅 就任性的把古古的妈妈送进家户病房 我们应该靠自己解决问题 话题卡住了,就换话题,不要恋战 我知道有些话题你起了个头,是希望问出一个结果 或是要告诉对方某件事 但卡住了,就是卡住了 暂且丢开就不会手忙脚乱 有机会再绕回来就可以了 你看电影里的杀手 每次忽然发现手枪里的子弹卡住了 或者射完没子弹了 就会改用拳脚进攻 很少坚持拿着已经没有子弹的枪 当武器去敲敌人的头 天可连剑 有些人本来防卫心就很强 或者天生是个性冷淡 你再怎么努力找话题跟他讲 他就是淡淡地回答你 是哦,真的呀 这些都是会让你卡住的回答 这样的人如果你并没有和他恋爱的打算 那我建议你明快有理地说清楚该说的话 类似 老师说明早九点在车站集合 或 那么很抱歉 这次就不麻烦您了 说完就可以闪了 但如果是你在意的人 谈话却卡住的话 其实不必用力挽救 另开一个话题就行了 小哥 我昨天租了一部片子 是讲未来世界 人的记忆可以被假造的故事 鼓鼓 听起来好难懂哦 小哥 马上另起炉灶 我后来在路上 竟然看到林志玲在买炸鸡排耶 鼓鼓 眼睛一亮 林志玲本人 漂不漂亮 如果在相聚的两个小时里面 你有三次让对方开心的笑 那对方应该是绝对不会记得你曾经提过几个无聊的话题的 除非他偷偷按下手机的录音键 回去把整场谈话根据录音整理成书面文字 如果是这样 其实分手可能比较好 喜剧片里面 笨拙的男主角打破女生最爱的一个花瓶时 赶快用脚把花瓶碎片扫到沙发底下 手上却抽出花瓶里的玫瑰 放在女主角脸的旁边说 你比玫瑰花还美十倍 女主角笑逐颜开 马上置破花瓶于脑后 这个场面 某个程度是真的呀 谈话是发生在当下的事情 很少有人能同时听着你讲话 脑子里却一直惦记着三分钟前你讲了什么乱话题 这又不是期末考试 教授在听你做报告 遇到会卡住的话题 就让他摔破在地上 用脚扫到沙发底下不就结了